前年7月坠毁澎湖马公的复兴航空空难事件 澎湖地严署今天宣布了侦查结果 机长副机长因为死亡不起诉 而马公机长有两人则是因为业务过失遭到起诉 彭简初步指出呢 金元武担任机场高级勤务官 遇到这个飞机降落时要改变跑道 需要由他来决定 但副航班机在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 他却迟迟不同意改变跑道 后来才从原跑道降落造成了失事 而塔台管制员李嘉峰则是没将正确气象资料 转告飞行员也有业务过失责任